近日,一座以犀牛为造型的小陈于希尊在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里颇有人气 他的昵称Rena是该馆向全球发起投票征集而来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不仅有这种中国商代晚期的青铜文物 还收藏近两万件横跨六千年历史的亚洲文物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许杰 接受中兴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指出 让文化突破政治的局限就是要找到最大公约数 他认为关键在于沟通和关联 要找到西方观众所熟悉的一个切入点 引领他们进入不熟悉的文化中 我们的最重要的概念就是沟通和关联 那么这个沟通和关联存在于三个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古代和当代的关联 就是古代艺术和当代艺术的一种关联 另外就是亚洲和全球的关联 探索亚洲在全球的地位和作用 第三个就是在于艺术和生活的关联 这尤其重要 就是我们所有的展览 包括来自遥远的中国的并迈的展览 都要同我们今天的这里的美国生活产生关联 1983年许杰曾在上海博物馆担任馆长秘书 之后他前往美国学习 并在美国的博物馆工作 2008年许杰成为美国大型博物馆的首位华人馆长 独特的工作经历让他在中西方博物馆运作方面 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那个中国的实力在于有团队 那个在美国方面很强调个人 所以那个因为往往是中国性的博物馆 它不可能每一个文化门内都有许多的员工 但是所以因为一个人的工作 所以各方面都必须承担起来 我觉得这是中美博物馆的一个很大的不同 它有很大的好处 就是独当一面以后 就是你有很多的发挥的机会 当然它的挑战 你怎么要做到做得好 那么从管外的专家 不管是中国的专家 还在美国其他地区的中国艺术专家进行合作 这一层面就非常重要 在许杰看来 不同国家民族以及文化之间存在着很多差异分歧 在跨文化交流中 博物馆发挥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